是的 掌声欢迎宋祖儿 哎呀 真是个大美人 大家好 我是宋祖儿 哎呦 厉害了 我们这几位这个财品团里面 只有我跟你这样握了十几分钟的手 我也近距离接触来 演我妈踢了我好几个 我都轻轻地踢你 轻轻的 轻轻的 那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 你跟他长得有点像 谁 你很像 林青霞 年轻的时候 是真的 我有那个献哥年纪比较大 所以我 我见过他十几岁的样子 就是那个人的味道 跟他很接近 但是你的话比他多太多了 以前对你的印象就是一个可爱的女生 但是这一次在《蒙面唱将》里面 我们不断地在讨论说 你的戏可以演得这么好 谢谢老师 你是真的很棒 而且他除了漂亮年轻戏演得好 他的歌也唱得非常好 没有 我特别紧张来着 对 我特别怕我参加过这一次节目之后 从此以后我的唱歌事业就在这打住了 没有 说不定反而开始了 打开了 这个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带耳返 我第一天来这的时候 我说能不能让我试一下耳返是什么东西 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用 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 杨迪老师应该会把它买下来送给我 是吗 你误会了我和那个德库拉是一样 因为他是 笑进妈妈是吧 你都露脸了就算了吧 反正我跟你说 昨儿来的这个节目真的让我吓到了 因为完全没想到他唱歌唱得这么好 然后还有这么多生活中的怪癖 就团东西啊 种种 我觉得播出以后大家对他的认识 又会加深非常非常多 特别特别感谢这个舞台 然后也让我觉得很荣幸 然后能在老师们面前唱歌 然后能跟自己喜欢的前辈在一起唱歌 其实原来我们也只是在屏幕上看到祖儿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这么看到她 我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的闪光少女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她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她